据路透社3月8日报道 瓦格纳集团创始人叶弗根尼·普里格任 8日表示 该组织已经完全控制了乌克兰城市巴赫木特的东部地区 路透社无法独立证实这一消息 如果属实 这意味着俄罗斯军队已经控制了这座城市近一半的区域 普里格任在电报社交平台上说 私营军事公司瓦格纳集团的部队 已经控制了巴赫木特东部地区 他说瓦格纳已经完全控制巴赫木特和以东的所有地区 据报道 普里格任8日往昔时候 在电报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段视频 在剧烈的爆炸声中 他站在一辆坦克前 呼吁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 让老人和孩子离开这座遭到严重毁坏的城市 报道提到 数月来 俄罗斯军队一直试图占领巴赫木特 这可能是这场已持续一年的战争中最血腥的战斗 如果俄罗斯军队占领巴赫木特 这将是自去年夏天以来 他们在攻占领土方面 首次取得的重大进展 报道称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 7日说 占领巴赫木特将严重削弱乌克兰的防御 并使俄罗斯能够越过顿巴斯 发动进一步攻势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6日淡化了巴赫木特的战略重要性 称攻占这座城市只是一次象征性的胜利 不会扭转战争的局势 外界传言 乌克兰可能撤军 但泽连斯基说 乌克兰将继续守卫巴赫木特 波里格任7日说 他没有看到乌克兰从巴赫木特撤军的迹象 另据法新社 俄罗斯卫星社3月8日报道 北约秘书长 严斯斯托尔滕贝格 8日警告说 乌克兰东部城市巴赫木特 可能会在未来几天落入俄罗斯手中 他呼吁各方 不要低估俄罗斯的巡礼 报道称 斯托尔滕贝格在斯德哥尔摩 出席欧盟防长会议间隙 对记者们说 最近数周和近几个月来 我们看到巴赫木特周边地区战况激烈 我们不排除巴赫木特近几天内 会沦陷的可能性 但重要的是 这不一定意味着战场上出现转折点 这只是强调 我们不要低估俄罗斯 我们应当继续援助乌克兰 感谢观看